我现在人在TOKYO Auto Saloon Kuala Lumpur Kuala Lumpur的不是TOKYO 2023 那这场展出啊 究竟可看性有多高呢哎 走今天我们带大家来逛一逛 这场TOKYO Auto Saloon呢 它的展场位置啊 是在这个MyTech举行 那我来评价TOKYO Auto Saloon 好像有点不够资格哦 后面是投文字D系列 我们找一个最有JDM气味的男人 来来世界仔 来 我们找他来说一说 TOKYO Auto Saloon TOKYO Auto Saloon 这个这个这个名词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他一推出讲到在马来西亚展 就有很大的轰动 来TOKYO Auto Saloon到底是什么 TOKYO Auto Saloon顾名思义 其实是东京改装车站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改装车子 为自己的车子增添个性的爱车一族的话 对你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毕竟全球范围里面 以改装车出名的国家就只有 不是说只有啦 不过日本的改装车 是大咖 是大咖 日本日本人改装的车是很有他自己的风发 有他的风格 对 对 那个Ajinomoto恰到好处的 对 怎么去定义 好的改装 跟海鲜的改装 这个要看人了 不能得罪人 哈哈哈 不过日本人的改装是 就改装很个很个人 很个人 但是有时不小心用力过猛 过头了 对 就 就去吃海鲜了 对 其实改装是彰显个人风格的一个东西 如果你喜欢跑赛车 或者是你喜欢性能风的话 嗯 你就走那一个方向咯 如果你喜欢VIP你就走那一个方向 对 你喜欢外观就走那一个方向 对对对对 可是东京改装车展 他可以复养到每一个人不同的 想要的东西 总是 你想要为你的车子增添 认同你属于自己的想法的话 他都可以帮到你了解 所以TOKYO Auto Saloon 他的重点就是副厂 有多少这些改装的副厂进来 或者原厂的副厂 副厂进来 对 像我们知道有什么 啊 Toyota就有以前的TRD 对 现在有GR 对 然后Nissan有Nismo 对 然后SDI 对 有SDI 然后Honda就有Spoon 有Mougal 所以 所以这个 TOKYO Auto Saloon 他重点就是JDM 对 的精神 对 彰显个人风格 从便宜的日本车 同时又再加上 这个 Affordable的副厂 升级 车可以负担 然后你 从那边你自己 去改装到你想要的 变成独一无二的 如果你是买欧洲车 或者是美国车 在那个年代的话 你想要独一无二是要给很高很高的价钱 对对对 可是JDM的精神就是 就是买一辆 买一辆便宜的车 对 然后你自己去加料啦 嗯 加料了变成就是 街上 虽然它不是最贵的 可是才一定是最special的 对 而且重点是 对你而言是最special的 是 啊 但是今天JDM的车不便宜 哈哈哈哈 OK 我们刚才逛了一整圈 我们直接进ending 你对这场 TOKYO AUTO SALON的 评分 100分 你给他多少 我个人会给60分啦 60分 对 我个人的想法啦 我看了一圈 我觉得副厂的成分不够 对 我们看到很很多很出名的大厂 HKS 什么 刚才提到的Spoon啊 大厂的作品 大厂的 展位 他没有展位 对 没有 完全没有大厂的 这些大厂的展位 没有 然后 作品也不多 但是你 你还是可以看到有真的有车 从日本 import进来 但是也不多了 二三十percent这样子 对对对 好 我们 先开始看什么 我们先开始看 最具JDM风味的Initia D系列 来Initia D系列 帮大家讲一讲 什么 这辆是什么 OK 这辆是Suzuki Cappuccino 他是跟童谣拓海斗那个下山赛的时候 在雨前中作战的那一辆 出名就是轻巧 600 他应该是600到700公斤不到 然后他配备一个660cc turbo引擎 所以他的跑法是斜着过block line的 所以这辆车是拓海 应该是唯一一辆在直路上抄掉他才赢的车 因为没有力 在系里面是这样子啦 然后这一辆是著名杂钱的 他跟那个350z是同一个车对的 应该在这边 啊 这个是跟我没有记错的话 是跟拓海比的 在屋里面比 啊 OK 3 这辆是NCUYA S15 不过他这个样子是Nismo Nismo spec的啦 Nismo race spec 有Nismo的Rim Nismo的那个Bumper 资料不错 这样蛮好看 不过他没有这样还原动画里面啦 动画里面那样是有很夸张的 框体跟呃 尾翼的 这辆如果你有看那一个 呃 图文字D电影 周杰伦 演的那一个 这一个叫爆头楼 你给妈妈表现 还有该演就是那一辆 哈哈 这辆是不错啊 这辆是EVOL V 样子 蛮还原的 呃 然后我们到这边我个人觉得是最还原动画的那两辆 呃 冬熟堂啊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冬熟堂的 呃 两辆EK9 这辆是第一站的时候 呃 跟他都 应该是没有记错应该是大灰吧 跟他都下山brake的 然后他这个银鸟 他们在找专业车手 那个专业车手是穿 青色衣服的 有传闻是K7 Suciya 呃 Spoon样式 Spoon Rim 呃 很明显的那个动画里面他想要致敬的就是Spoon啦 赛车学院 然后这一辆呢也是 童年拖海靠主角关怀才能赢到他的 有一次猫跳过 然后这个车手收油 他就输了 不过这两辆是真的是很像 呃 那一个 动画里面的啦 还原度很高 这一个就是跟 高桥 起界 还是两界 应该是高桥起界吧 他的弟弟 暗恋他的那个女生开的 Single Scroll Turbo RX7 这辆过后 高桥起界也是有借他的车去飙车 然后也赢了 这辆 蛮像圆 蛮像漫画的 这辆 GT R32在动画里面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 我没有记错的话 至少有三个车手开过R32 然后我不懂他代表是谁啦 有他们时候那个板金王的 在第一季就已经撞了的 然后过后有死神价的 这辆 是我的 Personal All-Time Favorite Subaru GC8 Type R WX STI 为什么他叫Type R 你们以为他是22B是吗 其实他不是 它是Type R 因为这一个是日本卖的双门车款 它是同范型 可是他没有那一个 whitebody 他也不是2.2L的 那一个 专属引擎 他这个只是EJ20 Ooo Landau Bumper是换了22B的Rally样式 所以这辆的还原度蛮高的 我个人蛮喜欢这一辆 然后那一辆相信我不用多做介绍 这一辆 不用介绍啦 大家都懂啦 OK 我们我们突然进入重点 这个是TOKYO Autosolent的重点 最大重点 OK好 我们可以继续了 OK OK 我也是在看 所以现在看到这四辆 1234 其实代表的就是前期 跟后期高桥兄弟的车款 这边有RX7 RX7 FC FD 这两个都是在前期的时候比赛 过后他们升级成为这两个 刚好这两个都是RE与公样式 蛮还原的 高桥兄弟一定是收了MASTA的那个宣传费的 其实真正的重点是这一个 Smiley上山 他改了2.0Turbo的上山神器 这个也是东苏堂的 其实跟这个是队友 这两辆负责跟TOKYOi比下山 这辆跟高桥起街都上山 哇好多啊 这辆我忘了 然后这一辆 Evo 也是跟RX7都也是输 就这样吧 好多 不过如果你 真的喜欢图文字滴 你来这边看的话 你应该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感动啦 情怀啦 情怀 OK展场虽然不大 但是我们时间有限了 所以我们要挑重点 挑重点介绍就好 来 重点就是原厂很认真的 那些的确是重点 从日本 醒来了 侧膜们 侧膜姐姐们 香香的 非常的 非常的有 TOKYO AUTOSOLEN的味道 非常香 对对对对 非常漂亮 好 回来我们的重点 今天的 掌场重点之一 就是Nissan Malaysia目前还没有拿进来的一辆车 Technical也不管Nissan Malaysia的事情啦 Fair Lady 啊对 Fair Lady 全新的Fair Lady 对 400Z 来这辆车有什么重点 OK 其实这一辆呢 看到G Ready 对 其实这一辆呢 是今年在东京那边改装车展的重点项目之一 它是由G Ready 亲手打造的一辆车车 所以它的重点包括 这个夸张 我也不能讲夸张 其实它蛮 它蛮低调的啦 又狂野的一套body kit 是由Bandom出品 OK 然后它有改了AIR Suspension咯 所以它有两个字 它都会很恰到好处 很恰到好处 它不会给你海鲜味 不会 这个就是 哇 very precise的GDM味道 刚刚好 RG那么多 下到刚刚好 不多也不少 然后它的那个Rim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是Work Emoticon 然后它里面的那一个 其实是原厂Nissan的鲍鱼来的 我可以看出这辆车原厂想 啊就是G Ready的重点 并不是想要把它改成一个 可以说圈数的猛兽啦 but more of a style than a speed car 它其实是想要致敬那一个 啊恶魔Zack 如果你是一个 王 啊 港 晚安 晚安Midnight的粉丝 你应该会懂 这一个车对啊 那一个王安的 那一个主角的影响有多大 而其实这一辆 算是比较少有的old school sports car 长车头短车尾 就这样啦 我强烈建议你来看真车 强烈建议你来看真车 那你会高潮啊 呃不至于高潮 不过它有些角度从照片看不到美 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啊 Speed Hunter这种 啊 网页去看它 或者看YouTube去看它 可是看到真车 你可以发现那其实它的fit and finish啊 它的fitment啊 全部都很漂亮 根本就没有什么好瑕疵 这辆是很不错的改成车 你看这个尾仪 它的接风 而且坦白说这也是马来西亚 比较少可以在公开车展里面看到 全新一代fair lady 400z 但我们都知道Nissan马来西亚 不大可能会引进这一辆车 明天就发布 3.2L turbo 3.0L turbo 超有诚意 超有诚意 谁说汽油车已经死了 没有 这一个车连Toyota的社长Akio Toyota都有称赞 说Nissan有那个心还推出这样的跑车 Yes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GTR 这辆是R R32 然后这一辆呢它的主题 Powered by HKS HK-S HK-S 所以这一辆 所以没有HKS的BOOF哦 非常失望 没有 没有 这样大件改动场都没有来 所以重点其实这一辆的重点呢 我们我们看它的引擎舱 这一些 讲真的啦 对我来讲不是什么太大的重点啦 因为几乎每一辆GTR都会这样子改 但是它的那一辆引擎是 HKS 卖的Standalone Engine RB26DT改了那些HKS的好料有Vcam啊 有HKS的点火点火点火线圈啊 然后有那一个专属的机油箱啊 你看那一辆Turbo大力道 你放你的拳头下去比一下看 哈哈哈 鸡蛋糕超大的 然后它的油门多大 你看 这是它的那一个进气发门 这么大 这是它的拉线 不过这辆车最变态的并不是它的心脏 而是它的车身 对 这辆车的名字是叫 这个妖艳的 Carbon紫色 对 它的它的这个主题其实叫Carbon R 所以它把整辆车 都改成了Carbon Fiber OK它是正宗的Carbon Fiber敲一下 如果你敢的话 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敲 你看这边SIM 所以它这一个的重点是它把整辆车的车身 用多少Carbon Fiber就用多少Carbon Fiber去Cover它 然后它Carbon Fiber制作的过程里面它是 就是靠喷上那一个有紫色的光油来达成这种效果 所以它反光是紫色的 可是它底里是Carbon Fiber 然后你可以看这边 看这边 其实 就知道它的那个制作工艺有多高 因为这个年代的车这边会有那个防水条的 它这个没有 所以它把整个Air Beeler到车顶 直接换完Carbon Fiber 强 高级的妖艳煎火 高级 我嗅到钱的味道 里面那两张椅子也是Carbon Fiber 好 Diam 我觉得车主 如果可以的话 把Rim改买Carbon Fiber 把轮胎也用Carbon Fiber 日本改装大厂HKS的作品 有什么东西 HKS的Body Kit 然后 Yokohama的轮胎 Advan的Rim Endless的鲍鱼 这些东西 就是非常浓浓JDM味道的 这辆的确是蛮JDM 这辆蛮JDM的 对 然后 现场不多啦 不多 只有 只有 其实蛮遗憾的真的 它应该带多一点进来 注意拍那些JF 那些手工 来这些 就是 就是 跟海鲜不同的地方 对 对对对 看它的 FITMAN 漂漂亮亮 JF到美美 这种就是Level高的地方 啊 车尾也是 你可以看车尾 车尾来走 对 其实它这一个Body Kit的重点在这边 这边这边这边 他把这边 他原厂向上 苏 然后就直接这样接过来 刚好 怎么 怎么让 用副厂的Body Kit 跟原装车的那个 结合度 结合度 紧密相连 而且它的那个线条很很很流畅 对 把原本 屁股更肥的86弄到它更肥 你可以看这边 然后你看不出它有任何问题 没有啊 没有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而且这边你看它这边是宽那么多 哈哈哈 一个手掌 Oh my god 这个开口漂亮哦 这个开口漂亮哦 漂亮 非常漂亮 对 哦 HKS50周年 这个唯一 我看都要两三千块马币 哈哈哈 哈哈哈 漂亮 Carbon Fiber 真的Carbon Fiber 美啊 OK难得看到副厂品牌 有KW的避震器 德国避震大厂 KW什么最出名 86车主人人占好的避震器 一套12千啊 你买86必换的避震器 性价比高 性价比高 性价比高12千 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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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新的 这个算电子避震吧 它算半电子吧 它这个可以调 对 它可以调里面的Demper 是两段韩王 所以这个是负责给 你在激烈抄价的时候支撑 嗯 所以它不会缠下去 可是这个就让你有缓冲 所以它是两段是 达到好像 progression spring的效果 老板跑了 我想到为什么 这么大个boot 只拿两只避震器进来 你看 他拿了 麦克莱兰来的 对 麦克莱兰进来 然后在那边给人家玩电玩 不拿 不拿多几只避震器来给我们看 官方吐槽 其实蛮遗憾的 哎 这来 看这种tokyo autosalon啊 其实就是 看这些副产的东西 对对对对 你车主来这边 可以选择升级什么东西 来直接现场做比较 基本上是看一下要自己要改什么 看什么wish list 然后摸摸一下 嗯 跑跑就掏钱 换一大堆的东西回家 十二千OK啦 讲真的 它的这个价钱跟orings比起来是差不多一样咯 所以你没有讲它很贵啦 大家认知中 啊 脚牙避震的那个价钱大概在三四千块 嗯 可是这种是真正的 高质量的 嗯 什么是高质量 达不到你 避震是蛮玄学 蛮玄学 对 什么是JDM的味道 啊 什么是tokyo autosalon的味道 就是买 Official goods merchandise 120多块一本 可以去出口日本杂志了 没有啦 我做翻译中文 然后做翻盘就好了 这个不错 86车准备买 知道要改什么 它是catalog啦 基本上 嗯 很像 有品质的catalog 对很有品质的catalog 哦 哦 这是啥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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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你值得拥有 很可惜我赚的是马币不是美金 这个60多块哦 SPI 对你看我都是拿扫把牢 哈哈哈哈 联邦军的混淌 哦 不过好像是在Kinoguniana过来的 嗯 对 所以感觉就 我们去下一站吧 Let's go 好的 你以为是JAPAN TUNE吗 不是 JAPAN TUNE 是JORHO王子 特地委托 NISMO NISMO打造的R34 复兴车 你以为是Record吗 不是 是你自己去找辆R34 然后把你的R34 委托NISMO 从头到尾帮你翻新 然后帮你改装 你可以看它有很多属于 JORHO TUNE的特别元素 比如说这边 其实它是特地不把这边喷气 让它裸露出carbon fiber出来 然后再配上JDUNE的这个花纹 这不是sticker哦 这是喷气哦 啊还有很多吧 这个其实这个可以去Nissan NISMO的那一个官网 啊 他会给你看他做了什么东西 甚至他们这边有一个短短影片 去介绍他啊翻新的过程 来 本展场最有诚意的车来了 就是这辆 已经再也找不到的Toyota GT 所以这一辆呢 很多人不懂它是什么 其实也不也不怪他们 因为这样车年代实在太久远了 他是1960多年代的 啊 Toyota想要打造一辆超级跑车 所以这个其实是Toyota旗下的第一款超级跑车 Toyota GT 他也是一款Gen Sport里面的 曾经出现过的Bones Car 由Sean Connery驾驶 现在这一辆车预计售价可能上到千万 不肯定 对 已经没有没有没有什么车在世界上留存了 这一辆 是Toyota GT 对 这辆是难得 应该是难得从日本特地运过来的一辆车 对 他不是法拉利哦 他不是法拉利 Toyota GT 然后我们直接Q过去隔壁那个啦 哦 不能不能我们要过去那边 The Walk 哦哦 OK 我们是来看WRX的 顺便拍照啦 这个的扇子 哈哈哈 业内最高调的存在莫过于 Top Secret 来Top Secret的故事是什么 啊 呃 当年他出道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 这个这个改装厂的老板或者是创始人 Smokey Nagata-san 他当初出名改的是改2JZ Toyota 可是他他不是改2JZ他拿了一辆我没有记错是V8的Supra 拿去英国的highway 然后一路狂踩到380还是390 结果被警察捉到了Forever ban进去英国 嗯 这就是非常赫赫有名的Top Secret 对 然后今天他们拿了一辆黄金的GTR来 对 他们都喜欢搞黄金色的车子哦 他们的改装风格都很高调来彰显他们的车的所谓的王者地位 结巴 对 来这辆车有什么重点 body kit这些呢就不是Top Secret的重点啦 其实Top Secret的重点应该是在引擎舱里面 可是他没有开给我们看 对他竟然他竟然没有开引擎舱 所以我也搞不懂 不过R35真的看到有点有点审美疲劳哦 是有点 是我们看个臂 我们看个臂 A90 我们去看个臂的 A90 Supra 哦 来 Evan The Rim Endless的鲍鱼 还有什么 这一辆我不懂是Bandom还是Rocket Bunny的 我确定一下先 啊 反正他的body kit就很美好 就不专业 哈哈哈 把他的body kit这一个 结合到很漂亮 他造工也很好 你看他这边是接风 基本上公差是很少罢了的 好 我们讲这个就是公差 对公差 好的改装 公差要小 越小越好 然后他拉去后面 然后怎么跟原厂 原厂的车身做契合 他整辆车的外形啊 跟搭配啊 就是大家心目中那种 JDM改装的味道 那种低调 clean multified 一个手指都放不进 哇 这辆是我个人 在展场里面 最喜欢的改装范例之一 Force Carbon Fiber的 呃 测衣 Force Carbon Fiber的车顶 不过这个应该是贴膜吧 不是真的 这个改装展示车 主要是展示他的body kit跟外观 可是 真的很漂亮 这辆 对 真的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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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OK 再来带大家看多一辆A90 Supra Rodiform的展示车有什么重点 我们看这个开口就好了 哇 这种就是 肉影肉现的美感 对 像穿丝袜这样 对对 哇 你好变态啊 OMG 而且他的轮 你看你的你的车身开了一个洞 就刚好可以给你看到轮胎 其实他这个BOOF是卖轮圈的 然后他要他他他主打的这个Rodiform 它有这一个Central Harp 不过我猜这个他他他他他应该是穿了哈拉 所以才可以装这种他没有拉纳的 你看他就直接说这一个 然后这种 CNC加工的那种 感觉 他的那个铁发丝纹 啊 然后这边喷一个红色 然后刚好就很搭配到整辆车 而且他是骑扁的 Flash的 所以这辆车也是我在现场里面 比较喜欢的一辆Supra改装车 其实Supra只要改的都很好看 对 认同吗 对 可是里面的鲍鱼就剩了 啊 这辆他没有 哈哈哈 这辆2.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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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放一辆 放一辆Ankler下去嘛 是不是 哇 哇 有道理 他这辆没有改的宽体 可是他只是换了这一片 对 啊 这个开口 哇 美 美 美 真的美 来马来西亚风味的改装车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车 到底能不能够合法上路 我不知道 我要去问一下问谁 来我们现场有一个 非常专业的BOOF可以来问 JPJ 所以这一辆其实是 Spoon FK7的原 他们改的Catalog改啦 我们所谓的目录改 把Spoon里面的目录多少的全部收集它 你刚是看里面的这些Garnish 它都是carbon fiber的 重点是还有Spoon社长大人的亲笔亲笔 它过分的 大家懂Spoon的 可能是它的这个SW888的 Rega Master rim 它里面的那个卡钳是Spoon的 它后面还有那个Swan neck Spoon的唯一 比较过分的是里面这些啦 全部carbon fiber 引擎盖 分个蓝黄色的 然后 它甚至连那一个 brake油的那个盖都这样Spoon的 哈哈哈 哈哈哈 不错不错 我闻到了浅浅的味道 其实全场都是浅的味道 全场都是浅的味道 马屁真不香 好 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的TOKYO Auto Saloon的一个介绍啦 最后就是 Credator大哥 啊最后他是 Tryton的车主哈 Don't kill me please Don't kill me please 然后 Mitsubishi的booth 摆了Tryton 还有一辆 X X-Ban的 OK 然后总结 来 60分啦 你觉得 你刚才给他60分 看完了之后 你会不会觉得60分给太多哦 OK啦 60分还是可以的 可能58哦 一来一小 因为 真正从日本拿进来的东西 比较少 有一点少 然后 副厂的东西也很少 对 对我觉得是 是小小有一点遗憾的啦 对 可以看的东西 可以值得参考的东西我觉得有 对有的 但是票价有点高啦 对 其实你喜欢车的话我觉得是值得来现场看的 可是可以看的东西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了 对可能逛一个两个小时就完了了 对 是我们今天的 啊车展就这边先告个段落 有什么想法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有点subscribe channel 我们下期再见 bye 对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